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算是很正式跟大家見面 昨天晚上有很多人在等候這個跨年的這個 這個新年的來到 正好半夜12點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編報聲響起 所以在半夜12點的時候 就很多泡沙的響起 我們一般 中國人都是以農曆過年為主 一般中國人都是過這個古靈年來為主 這也是中國人特有的一個文化傳統 這也是我們中國人特有的這個文化 但是全世界他們都在過這個新歷年的這個 過年的這個大日 但是全世界是過這個新年年的這個大日子 小弟在新加坡的時候 他們有一條街啊叫做 有一條街道叫做烏賊路 小弟在新加坡的時候 他們一條買路叫做烏賊路 已經做好很多的裝飾啊 從迎接聖誕節一直到新年的過年 就是他們的大日子 為聖誕節一直到這個新年年 對我來說是一個大日子 也是學校的放假時間 也是好好學校的日子 所以可以看到他整個重要的這個街道上啊 都在迎接這個新年的來到 所以可以看到他們 那我們有一句話這樣說 我們有一句話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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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年的開始啊 這個萬象更新 一年的開始 所有的東西都是可以來定性開始的 舊的一年過去了 舊的一年過去了 舊的一年我們過去了 很多時候事情也不能追回來 很多事情也不能追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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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舊的讓他過去 所以舊的事情也能夠過去 在新的一年開始的時候 期待有新的好事 所以在新的一年開始 我們也期待有新的好事 所以早上就跟大家談 新年的期望 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也是很期待很多新的事 好的事来到 当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人生更加快乐 更有这个力量在继续面对未来的日子 人如果一直停留在过去 尤其伤心难过的事 要站起来相当不容易 所以我们更应该对现在和未来有更好的一个追求 所以我们应该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追求 现在和未来要有更好的追求 我们能够改变的事情只有现在跟未来 过去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办法做调整 所以我们就提出几个方向 作为我们在今天新的一年来到以后的一些努力的方向 作为我们一个新的一年来到以后我们要打拼的方向 请看菲利比书第四章 请看菲利比书第四章 菲利比书第四章 菲利比书第四章 讲到两次要来靠主喜乐 在第四章里面说到两遍 我们要靠主来喜乐 第十节又讲了第三次靠主喜乐 第十节又讲到第三遍 要靠主来喜乐 在一个短短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却强调这个信息 在一个地点一个经济里面 我们看到书都保罗他这样强调这个信息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很了解的一个问题嘛 我们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很简单了解的问题 靠主常常喜乐 靠主常常喜乐 但是我们如果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人也非常的脆弱 我们会发现我们人非常脆弱 当我们很在意的人跟我们讲一些不太好听的话 我们心里就很难快乐 当我们工作达不到那个理想的目标 我们也会觉得不快乐 当我们身体不舒服疾病得不到医治也是心里不快乐 当我们身体不舒服疾病时也感觉不快乐 当我们看到所喜欢的人难过了我们也是心里不快乐 所以从生活的点滴里面我们可以了解 真的需要常常靠也靠主喜乐 所以我们为这些生活种种来看 我们真的要克制来听听的快乐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你的保罗的书信里面 提到有关这一方面的信息是很多的 提到这方面有关的信息是很多的 我们再来看 《铁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我们来看《铁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铁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铁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十六节 十六节 在这里保罗降手 在这里保罗要这样说 要常常喜乐 要常常喜乐 那用人的方式要常喜乐不容易 因为我们人是要常常喜乐不容易 所以那个要常喜乐的动力 就是要靠这位主耶稣基督来 所以我们要常常喜乐的动力 就是要克制我们的主要所 所以这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督徒信仰的一个课程 所以这是一门我们基督徒信仰的课程 所以靠主喜乐是我们在生活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所以要克制来披露 这是对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要来学习的 这个喜乐的来源要怎么去得到它 这个披露的来源我们要怎么来得到呢 光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去想看看 怎么样才会得到这个靠主喜乐的见证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想看看 要得到这个披露的见证 我们就从几个地方看一下 请看菲律比书二章 请看菲律比书二章 十七节 十七节 二章的十七节 这里说我们的信心可以当作祭物献给神哦 那种感受会感觉的在神面前是非常快乐的哦 感受在神面前是非常快乐的哦 所以当我们常常说靠主喜乐到底要怎么做啊 所以我们请说靠主喜乐到底要怎么做呢 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要我们用信心 来表现成为祭物 然后看到这种喜乐的见证 所以要用我们的信心来当作证明的表现 来当作披露的表现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 来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 约翰福音十五章 约翰福音的十五章 九节到十一节 十五章九十到十一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十 10大约翰福音十五章 这里告诉我们 靠主喜乐怎么来啊 这里说要具备真正的爱心 有爱心你的喜乐就满足 而且很容易造就人 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记载一个传道人叫做巴拿巴 他这个人真的有那种喜乐的感情 圣经这样记载 他蛮有属灵的智慧 大有信心 又有好名声 这种人具备这种条件 其实他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活 就是非常有爱心 你动不动就霸占什么东西 要表达自己的什么 你这个人太缺乏爱心了 你如果想想要证明什么东西 你会霸占什么东西 你会这样固化爱心 你为什么不退一步让一下 有时候我们不退一步 扭一下 其实人都可以感觉到你那一份用心 其实还是人都会感觉我们这样的用心 你的退一步让一下 乃是因为神的缘故和睦的见证 那别人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爱心的生活 让我们看的是一个爱心的生活 并不是你没有能力去争取 也不是说你没有开心去争取 也不是说你的喉咙讲话小声 你也可以大声的 只是你懂得修养 只是我们知道 修用 你懂得怎么面对事情去处理 你这个人给人家感觉就是有一个爱心 真有神与你同在 不要被人家看得 看不到道理的发光 跟神的见证在你身上 不要让人看不到神 到你的发光与神的见证 在你的神固定 这个我们要留意 这个我们要生理 因为一切的结果神都在看 所以一切结果神都在看 我们在这里看到 一个有爱心的人 他的喜乐会满足 一个自私的人 他脸上看不到什么笑容 一个自私的人 他脸上看不到什么笑容 他在他的面上看不到什么笑容 日子越久活得越酷 日子越久 他活得越酷 他活得越酷 酷啊 酷哥的酷啊 不会笑嘛 酷啊 他是笑不出的 看的是很严肃的 你怎么看得到喜乐在你身上 看不见了 我们要看得到喜乐在你的身上 是看不到的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靠主喜乐到底怎么来啊 靠主喜乐到底怎么来呢 请看耶利米苏十五章 请看耶利米苏十五章 耶利米苏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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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章 我们来看这个十六节 十五章的十六章 耶利米苏十五章十六章 耶和万君之心啊 我得到你的愿意 就当做吃米吃了 你的愿意 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我是称你名的人 这里说 这样说 我得到神的话语 我得到神的话语 并且把神的话语 当做食物给吃了 并且把神的话语当做食物给吃了 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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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消化在我们的行为 动作里面 然后消化在我们的行为动作里面 这就是行道的一个做法嘛 这就是怕到一个做法 所以这里说 这个先知说 我的心里就欢喜快乐 所以先第一个再说 我的心里就欢喜快乐 当我们按照圣经神的话 去走的时候 你满心快乐 当我们按照圣经神的话 我们满心快乐 不说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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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假的事 你纯粹照神的话去走 我们完全照神的话来走 你就会欢喜快乐 我们就会欢喜快乐 所以使徒耶翰长老 他也这样说 所以书都约翰长老 他也这样说 遵行神的话 满心快乐 遵行神的话 满心快乐 靠主常常喜乐 就是要这样走 但靠主常常喜乐 就是要这样走 我们再来看 约翰福音十七章 约翰福音十七章 约翰福音的十七章 约翰福音的十七章 十七章的十七节 十七节 十三 对不起 十三节 十七节 十七节 十三节 约翰福音十七节 十三节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 我要在世上 讲这些话 是叫他们先来 唱满我的喜乐 主耶稣在这里这样说 主耶稣在这里这样说 他跟门徒同在的时候 他要跟门徒同在的时候 他要跟门徒当在的时候 交代了许多神果的话 交代了很多新国的委义 那耶稣与他们同在 是要叫这些门徒满心快乐 耶稣跟这些书都同在 让门徒们感受到 充满主耶稣的喜乐在心上 所以我们说 靠主常常喜乐 所以我们靠主常常喜乐 我们说靠主常常喜乐 我们说靠主常常喜乐 就是要有主同在的生活 就是要有主跟我们同在的生活 你很少聚会 我们如果很少来祝福 很少读经 很少祷经 很少祷告 很少祷告 很少做圣工 很少做信仰 很少做信仰 请问你的喜乐会充足吗 請问你的喜乐会充足吗 我们不能闷着良心说假话 我们不能闷着良心说假话 很少来聚会 你说你心里充满主的快乐 那简直是骗人的 你如果真的来祝福 但是你心里充满主的喜乐 这是骗人的 那你的生活是充满什么 那你的生活是要充满什么 那你的生活是要充满什么呢 我们自己凭良心 问问自己 我们要问一下 我们用心来问一下 这个所谈到主同在就是 强调一种属灵的快乐 这跟主同在是共调属灵的快乐 谈到这个可以有体验 那小弟在新加坡剩下几天要结束这个圣工 那小弟在新加坡剩下几天要结束这个圣工 那有一个弟兄啊 他特别邀我中午吃饭 有一个兄弟呢 特别邀请我中途做个吃饭 不用啦 可能上课会比较敢 我说不用啦 我上课可能会更冷 他说一定要跟我吃饭见面 他说一定要跟我近一面吃个饭 虽然在教会有见面 但是那个私下吃饭又不同啦 虽然你的教会有近民 但是室内就要吃饭 他有一次全家要移民到那个秘鲁的时候 因为有一次专家要移民到这个秘鲁的时候 经过桃园中正机场啊 结果他联络我 所以我接待他们几天了 经过我们途中正机场 他跟我联络 我就来接台几天了 后来他们就往秘鲁去了 后来他们就搬去民路这个地方 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又回到新加坡了 待一段时间后来又搬回到新加坡 所以他说一定要跟我吃饭 所以他说一定要跟我吃饭 我说好 我说好 原来他带来另外一位弟兄 原来他有带来另外一位兄弟来 他是新加坡人留学日本念研究所毕业回到新加坡上班的一位弟兄 他是新加坡人 但是留学日本去念研究所 他就回来了 他 他在新加坡原本在一家大公司当经理 他本来在新加坡一间大公司做经理 那后来因为结婚有两个小孩 所以他觉得这样要聚会要照顾家不方便 后来他有两个小孩出席了 所以他觉得要祝福 要照顾小孩更不方便 所以他把那个辞掉 他来的工作就失掉了 那他后来做什么工作呢 他做什么工作呢 他的日语讲得非常好 因为日语讲得很好 英文也很好 英语也是不错 其实新加坡很多人在讲英文也是不太标准 其实新加坡人他们说英语是没什么标准 因为他们他们讲的时候有马来音 因为他们说英语有这个马来的口音 有华语的那个腔调 有我们这个华语的这个Q 也有客家的腔调 也有这个客人的Q 然后又加上英文 所以你刚刚听他们讲英语听不太懂 因为他们这些参在里面 我们刚刚开始听新加坡人说英语 我们刚开始听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弟兄他英文非常好 但是这个兄弟英语讲得非常好 你如果不看他的人真的以为是 真的外国人在讲的英文相当标准又非常好 我们不要看到人家听他说英语 会觉得这是真的外国人 你说的的口音很标准 结果那一天中午变成这个弟兄请客 所以那天的中午变成这个兄弟 他来招待楼 出来吃完了我们要离开那个大楼 所以当吃饭吃完我们要离开这个大楼 结果发现那个自动缴费的那个机器 里面没钱了 所以要去找地方要加职 所以他发现要这个缴费器 自动的缴费器 所以没钱了 他要去欠这个钱 另外那个弟兄去加职 所以那个兄弟就拿这个东西去欠职 另外那个弟兄 另外一个兄弟就拿这个东西去储职 那个弟兄是因为开他的车 就我们两个坐在车上 另外这个兄弟因为是他开车的时候 我们就坐在他的车上 那刚好一点的时候 刚好一点的时候 他这个电话上面的开会就进来了 他电话上面的开会就开了 原来欧洲有一个大公司 他们在新加坡有一个 一个联络处 原来他中国是在欧洲 他是在新加坡一个联络处 那那个新加坡的那个主管 那个外国人 所以新加坡的主管是一个外国人 那他要跟台湾他们有推销一种很 很好的科技的产品 我们台湾有很多大学在用 所以他们要跟台湾推销 一个很好的科技的産品 我们台湾很多大学都在使用 是在做后面的调查 使用的怎么样 哪里改进 要谈 他们是在调查说 这个産品有没有怎么可以改进 他们后面在讲的 原来这个弟兄是专门做翻译的工作 原来这个兄弟是专门做翻译的工作 所以这个董事长打给他 然后开了台湾的一个大学的那个 校长跟人数部经理就在电话上联络 他负责翻译 这边讲英文过来他就翻给台湾这里 这边英语讲出来他就翻译 给台湾这边来听 台湾的讲国语他就翻英文给 给这边的外国的董事长 台湾这边讲国语他就翻译 给他的当事长来听 我就在车上听他至少半个小时 我就在在听上这样听 大概有半点钟的时间 真的讲得非常好 他讲得很好 会不会讲 那个一听一讲就知道 可以讲我们一听他就知道了 结果快要做结束结论的时候 你的要继续做结论的时候 突然他的手机没有电了 突然间他的手机没有电了 他再换另外一支都联络不上 所以他再换另外一支就联络不上了 他是靠那个吃饭 他是在靠这个东西吃饭的 所以他说哎呀 这一个生意就没有了 他说啊 这样这个生意可能就没了 那我说你至少一个生意 你这样子做翻译中间 你一次费用多少 我就在问说 这样的生意 你这样翻译 一次你的费用是多少 是大概新加坡币最少六千块 他说最起码这个新加坡的这个钱呢 是六千块 我们的钱是十二万多 就这样讲一次哦 他就可以得到这样的钱了 看着我们台湾钱是十一万块 他这样翻译一次可以这样吗 但是我看他都没有生气 他只是说哎呀 我忽略了没有充电 他说啊我买我稍微 反倒是我心里很难过 他觉得不难 但是我现在很难 为什么 因为你请我吃饭 这个碰到这样损失了一份生意 因为你是为了要请我吃饭 损失这样的生意 所以我有点过意不去 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我看这个弟兄啊 真的修养很好 但是我看这个兄弟的收容真的很好 那个你损失十二万多 你的损失 你可以不讲话 那不容易 如果损失十一万 我们会不会觉得很生气 这不简单 所以我问他说 那你这个能救回来吗 通常是没办法 因为像这样是我们的舒适 他说请还是没办法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疏忽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 等一下回到传道房 我第一件就先为这个事情祷告 所以我心里是说 我等我回到团楼 我第一次来 要为他这样来祈祷 所以打个招呼 我就上传道房 所以跟他拍一下就好 我就回到团楼 祷告十五分钟 我祈祷十五分钟 我祈祷十五分钟 我说主啊他很有心 接待你的仆人 他很有心接待你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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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自己花钱 你又损失一份工作 损失那么多钱 你做神的仆人会不难过吗 我就会难过 因为接待花这些钱 就损失这些钱 我们想我们祖的仆人 我们到身来不会难过吗 祷告十五分钟后 我就去上课 记得十五分钟以后 我就去上课 过了几天我就去 那个教会领会 过了几天我就去教会来领会 他就带他太太 跟两个孩子跟我认识 他就带他太太跟他两个小孩 跟我来来宿伐 我就问他说 那一件事怎么样 我就问他说 那件事怎样 他就问我说 传道你有帮我祷告吗 他就问我说 传道你有帮我祈祷吗 有 那天一下子上去我祷告十五分钟 因为按照道理这个已经损失了嘛 而且那一间大公司就不会再找你了 但是我看这个弟兄真的是很会靠主喜乐的人耶 靠主喜乐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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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主喜乐的人喔 很难得耶 这是很难爹 我们也会看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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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真的靠主喜乐 还是假的 还是在说一些客套话 那个 你这火焰酒也看得懂啊 我们吃了很多火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是真的刻铸虚弱的 还是表面的虚弱的 你讲的话是真心话假话 那个一看你就知道了 我们说的是真的 还是表面的 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他说 我说有啊 有祷告啊 我就回答说 他就这样讲 他就这样讲 难怪这个事情 简直不可思议啊 说难怪 这事情是不可思议啊 说隔天啊 这个董事长 主动拿给他 说 隔天这个董事长 主动卡电给他 他想都没想啊 他想都没想 然后他就说 对不起啊 昨天那个我的手机 没有电 所以这样造成困扰 他就想说 不好意思 因为我早上手机没电 所以让你做成这样困扰 而且这个弟兄也主动说 那个 那个钱就不要算了 而且这个兄弟也主动说 那钱就不用算了 但是这个董事长怎么讲 但是这个董事长怎么讲啊 但是这个董事长怎么讲呢 跟他说啊 这个是常有的事 他说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 我还是照付那个钱 钱我照付给你 然后我决定要长期跟你合作关系 都透过你做其他国家的这个翻译的联络啊 并且我决定 要跟你长期的合作 透过你和其他国家的生理的合作 哇 感谢主耶 真的感谢主 真的是靠主喜乐的一个人 真的是克主喜乐的一个人 真的是克主喜乐的一个人 一个书师没想到 却找到一个长期的订单 我问他你大概平均每天都有做一档这种生意吗 我问你是不是平均一天都做到这样的行李呢 他说大概平均一天有两到三次这样的一个电话翻译工作 他说平均差不多有两至三遍这样电话翻译的工作 哇 感谢主耶 真的感谢主 就一天就赚几十万你看看 但是人非常谦卑啊 要靠主喜乐 他又克主来喜乐 我们信仰好 我们行为好 我们尽本分 一样会遇到一些疏失啊 但是不要忘记了 一定要靠主喜乐 你不能把你的感觉不好去夹在别人身上 不能这样做 这是我看到一个真的靠主喜乐的人 这是我亲眼就看到一个真的克助喜乐的人 困难的事情在神手中转变成一个平安喜乐的事 所以我看到他 所以我看到他 我深深的感觉 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是一个真的把神的道理放在心中行出来的一个人 事情的转变看到主跟他同在 你的这些事情转变 我们能看到主概同在 整个看到就是一个喜乐的见证 所以我们能看到这是一个喜乐的见证 为什么我们少了喜乐 有什么我们常常对人不好啊 有可能我们常对人不好啊 讲话不好啊 心态很窄啊 心很窄啊 什么都是想到自私 我忽略了别人的存在 才这么好 想到自己自己 忽略到别人的存在 所以我们就少了那份 靠主喜乐的见证嘛 所以我们就看法那份 克助喜乐的心 我去机场大会去 我没想到 夫妻两个孩子 全家来机场送我 我就记得新加坡有这么依附人家 靠主喜乐的人家 所以我就记得说 你在新加坡的信道里 有这么一口罩是克助喜乐的人 我们再来看啊 在新年的期望里面啊 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你的新年的期望里面 我们要来追求的是什么呢 请看《一副所书》第五章 《一副所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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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节 十七节 五章的十七节 《一副所书》第五章 十七节 《一副所书》第五章 十七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既然受使信耶稣以后 我们既然受使来信耶稣以后 我们要懂得 我们是敬拜祂 要在祂里面得救啊 所以我们所有的说法做法一定要明白 主的旨意就是明白神的话 所以我们所有的说法做法就是要明白主的机遇 你的选择都是要照着神的话语去选择 一定是正确的 才不会做事看到你迷迷糊糊啊 或者是有人的意识强过神的话 或是人的意识 要强过神的威力 主书也很在意这一点哦 主要说也是很在意这一点哦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五节 二十四章二十五节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 亚厦所对他们说 无敌的人啊 神地所说的一切位 有两个人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啊 他们不关心跑到一个小村中 有两个人在要说 让我那天他们没关心 找他一个小的状态头 结果绝书显现 后来主要说 然后就责备他们 就这笔因 无知的人啊 无敌的人啊 我对这个圣经神的话 这么多你们的心啊 信得太迟钝了 我们为什么会做不好 行为为什么会有偏差 为什么我们的行为有偏差呢 那个看到后来就是 看出你圣经道理不熟啊 一直到后来 我们能看得出来 是我们对圣经的道理不熟啊 所以你的行为做事 就没有看出神 你同在发光的见证嘛 所以我们的行为就看不出来 主要说跟我们同在法庚的见证啊 这种人绝书责备啊 你的信心太迟钝了 这种人会让主要说 这笔说你的信心太迟钝了 二十七节 耶稣就对他们讲解圣经神的话 所以在二十七节 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 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 诶 这是主要书耶 诶 这是主要书耶 诶 真的从十里复活耶 但是主要书就不见了 但是主要书就不见了 三十二节 他们就彼此这样讨论 他们的彼此这样说 难怪在路上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非常的火热耶 然后三十五节 他们两个人赶紧回头跑回耶路撒冷 把路上意见跟耶稣说的话 都告诉见证给他们听啊 你的路上说对到说听到的 怎么对到耶稣说的话 所以神很在意他的耳里要怎么样 要明白神圣经神的话 所以主要书真要很在意 我们心里其实要明白神的威 你明白社会这个世界是需要 但是不能超越明白神的话耶 我们明白这个社会上的事情 是没问题 但是不能敲我明白神的威力 那些社会都不能叫你得救耶 这社会的事情不能让我们得救啊 耶稣也不是用这些来断定你得救耶 耶稣也不是用这些事情要断论我们得救耶 而是用圣经神的话真理 来断定你的得救不得救耶 他是用圣经行为真理来断定 我们是不能得救啊 所以在新的一年的来到 所以在新的一年的来到 一定要激励自己多聚会多读经 这个人家要更多来祝福 更多来祈祷 多读经 多做圣经 多祷告 多祷告 多做一些信仰 多祈祷 这四项啊 真的是要立志 要这样在新的一年做改变哦 这四项的事情我们真的要立志 在新的一年我们来做来改变耶 我们再来看以乎所书第五章 我们来看以乎所书第五章 第五章的十八节 第五章十八十 以乎所书第五章十八十 这里说不要醉酒 这里说不要醉酒 不单单指那个喝酒酒醉的问题 而且还延伸指着什么呢 你追求的事上什么东西占据了你的生命跟时间 那个也是一个醉酒的表现耶 这是要延伸主义一起说我们在世间最追求生命的事情 性过性金 也是最醉酒的表现啊 你花很多时间跟生命在那里啊 你花很多时间跟生命在那里啊 那也是一种醉酒的含义啊 那也是一种醉酒的含义啊 你把人事物当做你最主要的 超越了在鼠林里面的一种追求啊 你把世间人 و的事情来插 at 你对生命的 ви 这里说要被圣灵充满 很多神的圣工善工 都是要有神的灵感动以后 你才能够愿意投入去做 我们来看这个旧约圣经里面 神用的人也是有这样的见证 我们来看旧约圣经里面 神要用的人也是这样的见证 请看撒末尔记上 请看撒末尔记上第十章 撒末尔记上的第十章 撒末尔记上十章 第十章的第一节 这里讲到撒末尔拿高有高在扫罗的头上 这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 因为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 他起初也相当优秀 所以神派先知撒末尔去高利扫罗作王 然后神给他一个兆头 所以神给他一个兆头 我们来看那个第九节第十节 我们来看第九节第十节 这里高利以后呢 第九节神是一个新的心 就是生命的心给扫罗 当扫罗尔记上的后 神就输一个新的心给扫罗 心心就讲生命的心 这个新的心就是生命的心 这里讲究有一个兆头让他体验 这里就提到一个兆头 这个兆头在原文是说记号 这个兆头一个兆头 证明说神用你高你 这要证明说神是要用你 要高利你的 第十节 第十节 这里神的灵大大感动扫罗 你再看十一章的第六节 神的灵大大感动他 要做什么事哦 神的灵大大感动他 要做什么事呢 那个大卫王他被高利 也是有这样的体验哦 大卫王他要高利 这样子也是有这样的体验哦 神的灵也大大的感动他 要做什么耶 神的灵也是大大感动他 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要常常给圣灵充满 出自于圣灵的充满 你的决定你的做法是 神会记念 而且是一个见证 出自于圣灵的充满 我们所做的决定的 是正乎比较新的纪念的 会成为一个见证 也能够成为一个见证 如果不是 你那种感动是出于 私人的情绪就不一样了 那如果感动是出自于 我们个人的感动就不一样了 那那种感动就不是出自于神的工程 因为感动不是出自于 神的感动 是否出自于神的感动 你后来要注意那个人的行为讲法 有没有合乎圣经 用这样来分辨 是不是出自于神的灵的感动 我们来观察 后面这个人 他的行为表现是怎样 有没有按照圣经的走法 有按照圣经的这个做法吗 如果讲跟做不是 那就不是神的灵感动 如果讲跟做的不合乎 这就不是圣灵的感动了 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第八篇 我们来看十篇第八篇 诗篇的第八篇 十篇第八篇 第八篇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 第八篇的第三节 第三节这里这样说 第三节这样说 我看到神指头所造的天 月亮星宿 我看到神的秋经头所造的天 月亮跟这个青 这里讲神的指头 这说就是神的枕头 也就是讲着神的工作 这就是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创造天地万物 神的工作它創造天地万米 你出自于神的灵感动 你接下来做出来的就是神的工作 我们出自于神的灵感动 我们所造的神的工作 而不是到后来被人家看出 你用人的方法 手腕在那边转 腕 这个神的工作可以被你这样腕吗 不是看来说是克力的手腕 克力的事情来做这样的工作 神的工作可以帮你来做的吗 那个到后来都站不住了 这跟后边都站不住 因为那个不是神的指头在做的工作 因为那不是神的秋经头所做的工作 那我们要避免这种失误跟软弱 那我们注意的就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 所以要常常多祷告求问神 像前面所讲的那个见证那位弟兄 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见证那位弟 我们也是透过祷告求主联名 那也是透过祈祷求主来联名 没想到神的指头就在中间做工了嘛 没想到神的这一道法在里面就做工了 而且还得到很好的结果耶 真的不容易耶 这真的不容易喔 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二章 罗马书的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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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谈到我们要说的第四点 我们现在要说第四点 也就是在新年的期望里面的第四个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新年期望里面的第四个目标 我们来看那个十一节 我们来看十一节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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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聚会敬拜祖也是一种侍奉神的表现 我们来祝福敬拜祖这也是属虹的表现 我们努力奉献 努力做圣工 努力亲近神 这都是服侍神很重要的一些生活 所以保罗将手 做主功不落功 做主的工终于不会落空 体会到那种天天常常服侍主的见证 保罗体会到 保罗他体会到 最后要离世以前他讲了这么好的一段话 当跑的路我跑进了 当守得到我守住了 当打的仗我打好了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胜利的信仰的欢呼 这是一个热命好的一个信用信力的欢呼 只有常常服侍主的人才有资格这样讲的 这只有常常服侍主的人才有资格这样讲的 你们做不到的时候你敢这样讲吗 那如果做不到我们敢这样讲吗 你把耶稣看做什么 我们不能为这良心乱讲的 我们不能为了我们良心这样亂讲啊 所以常常服侍主是很重要的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常常服侍主这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生活 我们最后再来看 我们最后来看 看这个歌罗西书第一章 歌罗西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二十八节 第一章的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这里这样说 二十八节这样说 我们传扬耶稣 那在言文传扬也可以翻译成见证 我们见证耶稣 在言文的传扬也是说我们建政耶稣 要用诸般的智慧就是诸般的方法 要用诸般的地位就是诸般的方法 来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来 中人完完全全的应到神的面前来 不是引到人的面前哦 不是戳到人的面前哦 是要引到神的面前哦 是要戳到神的面前 让人看到神的伟大 让人看到神的伟大 而不是让人看到我们怎样 不是让人看到我们怎样 这个引导要注意方向 这个引导要注意方向 所以我们的讲法 做法一定要让神厌重 所以我们的讲法 做法一定要让神厌重 所以这里讲我们在新的年度来啊 我们要努力来传扬见证耶稣 所以一个新的年度来到 我们真的要来传扬主的见证 彼得长老师要来宣扬主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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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说 我们要来传扬生命之道 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说 我们要来建政生命之道 传扬主的生命的道 来传扬主生命的道 所以我们在今天新年的第一天啊 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立志和追求 那我在新加坡的亚当路教会 我在新加坡的亚当路教会 亚当路 亚当路 亚当路教会 在那一边啊 这个我看到一个很好的见证 我在那看一个很好的见证 一个大学的教授 一个大学的教授 他一面教书一面 找时间机会来传扬耶稣 他一面教授一面找时间 找机会来团扬主要所 他看到一个学生很有心要来找神 他就跟他见证 他就来建政 然后就带他来教会 一来就定住了 他一来就到了 他觉得很好 所以他又把他的房东也带来教会 学生带房东来教会 这个学生也也要他的这个处住 带来教会 后来一起募大 所以后来做回来没得 然后得圣灵 并且得到圣灵 一起受洗 来做回受洗 工作中没有忘记传扬见证耶稣 你的工作当中没有买机的要团扬 主要说建议福音 我们大家都是在社会上工作 为什么带不了我们的工作伙伴 或者是同事 或者是对方 为什么我们没办法 带我们做工会的董事 还是对方来教会呢 那要想一想 你平常怎么讲话 是势力的吗 还是你怎么去表现啊 我们来想看看 平常在工会上怎么说话 是大小的吗 还是怎样 这个有时候让我们可以想一想 这有时候我们要来自己 我特别接触这位教授 他真的是一个很爱主的人 所以我特别去接受这个教授 他是一个爱主的人 他也在教会领事哦 他也在教会 他也快五十岁了 还在领事哦 有没有五十个人 他也是来领事哦 看那个样子 就是很谦卑的侍奉神 我们看到他这样 就是一个很劝逼来侍奉神的人 他来到教会 没有那个外面社会的那个价值 没有 都是弟兄姐妹 我看信徒有问题 会找他耶 神给他那个智慧能力 他懂得做这些辅导 神给他那个智慧能力 神给他这个地位和灵力 他知道要怎么做这个辅导的工作 感谢主 真的感谢主 工作中还在努力 传扬见证耶稣 在那个工作中也是打拼 要来团融主要说 我们不是在工作中一直想到那个钱赚赚赚赚赚 但是 有没有 找机会来传扬见证耶稣 我们不是在在工作中 跟他 也有一些人这样木道来受洗的也有了 感谢主我们在教会也是有人这样做 在考虑中这样传 所以来就受洗了 那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来继续来打拼 用各种方法 用各种的方法 来传养耶稣 来传养亚缩 有的人生病住院 传见证 讲好了 他病好了 后来那个人也来 木道受洗信耶稣 有人去打拼 你的北方听见证 后来变好 也是来教会受洗 传好了 我讲的是我们对信徒 传福音传好了 我们的信徒 如果传福音传好了 后来我们的信徒出院 他病就好就出院了 他病就好 又出院了 结果那个被传的人 后来也来木道 后来他听到福音的人 他也来木道 也来受洗 生病也可以传 工作中也可以传 你坐车也可以传 这种的见证很多 这种的见证是很多的 谁说不能 有个人在聊天 也可以传 我们在开港的时候 也可以传 那为什么不能传 那是个人问题 不是神的问题 所以这是极限的问题 不是神的问题 所以在新年的期望里面 所以在新年的期望里面 特别提出五项 我们共同来追求 我们特别提出五项 我们一起来追求 并且求主帮助 第一 靠主喜乐 第二 克主喜乐 第二 明白神的旨意 第三 被圣灵充满 第三 被圣灵充满 第四 常常服侍主 第四 上上福宰主 第五 传扬耶稣 第五 传扬耶稣 唱诗 三百九十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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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的旨意 感谢神 常与我同在 感谢神 恩惠充满 感谢神 是春暖秋了 感谢神 是我祖主 感谢神 将眼泪莫看 感谢神 是我恩负 感谢神 高高梦云云 感谢神 随为回忆 感谢神 我曾经风暴 感谢神 丰富共鸣 感谢神 是喜乐愿 感谢神 为我心灵 感谢神 是无限恩典 感谢神 无比怜悯 感谢神 是每个花开 感谢神 百花真言 感谢神 是家庭温暖 感谢神 夫妻家庭 感谢神 是喜乐愿 感谢神 是喜乐愿 感谢神 是平安 感谢神 是明天傍晚 感谢神 直到永远 感谢神 直到永远 感谢神 直到永远 感谢神 是愿祝 真一样 我们更要祈求耶稣 天天以我们同在来带领 所以我们祷告为自己 为家庭 叫教会圣工 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更好的神的恩典的见证 你的新的一年有更加美好的神的见证 并且让我们身心也得到健康 让我们的心灵都得到健康 让我们工作事业也能够顺利 让我们的工作事业也能够顺利 因为有神来眷顾 因为有神的观顾 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 我们一起来感谢祈祷